上周五国常会的公告出来了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下半年经济上还搞不搞刺激 刺激的力度有多大 以及刺激的方向是哪里 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 会上没有提今年GDP的增长目标 加上上周总理也说了 不搞超大规模的刺激 所以说原来GDP全年5.5的目标 大概率是要往下调了 但是会上也明确说了 要稳定宏观经济的大盘 保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 现在世界的经济普遍都在下滑 国内疫情也在反复 这个情况下要做到这点 刺激也不会太小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我的判断是最近股市的定价 已经基本上pricing了这一点 第二 刺激发力的方向是哪里了 公告已经明确说了 是优先稳就业和稳物价 在物价这边我不是特别担心 我认为短期问题不大 因为中国目前2.5%的CPI 是全世界最低的之一 而且我们是有制度优势的 比方说猪肉价格如果涨了 我们发改委就可以去约谈 养猪的企业做宏观的调控 这点在那些完全自由经济的国家 是做不到的 但是稳就业的这一点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适应率是相对偏高的 尤其是年轻人 6月份的数据是16岁到24岁的人口 差不多是每5个人就有一个失业的 这个是高中继校 还有大学刚毕业找工作的年龄 除了四年的书 其中有三年都在疫情中 然后一出来还不容易找到工作 这届的年轻人 我们的政府肯定会重点的关心一下的 不过统计局呢 这一次还第一次用了一个经济学的名词 叫做摩擦性的事业 来话说就是一些工作 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适合做 而喜欢的工作呢又不好找 如果懂积极是对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 大部分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行业是什么 是体制类 还是大型的平台公司等等 下半年的这个政策和刺激的方向 我认为就会往这些行业走 投资这块呢 我感觉也是没错的 最后公告里面还重点提到了 稳房地产和平台经济 我觉得这两块呢 有可能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经济这些 最近滴滴呢 只被罚款了八十多个亿 就解决了问题了 我滴滴的那个视频里面 也说了这是利好滴滴和其他平台的 在监管明确的情况下 平台经济起来的还是很快的 大家对国产会 以及下半年的经济 以及投资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大家讨论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